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原始是心脏的专科医生 那请教你 现代人其实常常听到脂肪 就觉得如临大敌 那为什么比方说熊猫啊 北极熊啊 他们都胖胖的 他们有没有心血管疾病啊 脂肪对身体来讲 还是很重要的东西 大家都是误解它的价值 我来跟大家分析一个案例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我是9岁 他是企业家 大概也非常的忙碌 他的好朋友们一群都是医师 所以跟他说 怎么样保养这个保养那个 最重要的件事情就是什么 胆固醇脂肪要下降 我明明赶紧凑了几次学 胆固醇非常漂亮 三串干油脂也很好 好的胆固醇也不错 快的胆固醇也都在正常范围内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有医师跟他讲说继续吃 每天吃这样胆固醇的药 吃了一段时间之后 有一天他还是说 怪怪的最近胸口闷闷的 一检查 还是有一条血管堵住了 其实后来仔细观察一下 造成血管动脉硬化 它并不单单就是这个脂肪的问题 也不是胆固醇的问题 有的是很多其他因素 像这位朋友 他的工作就是压力很大 经常晚上要跟西岸那边去联络 要熬夜 那一想到一个大的合并案的时候 整个压力 所以每天反而是处在一个压力状态下 那这种情形反而是导致他可能喜欢堵住 这时候你去忽略了 然后去没有把那个地方去改善 反而去牺牲掉 处罚了那个不该处罚的孩子 那反而造成很大的问题 我常讲 身体上 它事实上有很多重要的东西 我常用汽车做比喻 大家就比较了解了一点点 车子不是光加油就好了 油加进去之后 你还要每个地方 还要灵活的配合 配合机油 配合什么东西 大家每个地方 都有它特殊的功能在 所以身体上也是有 蛋白质 脂肪 碳水化合物 这东西弄进去之后 是互相的去搭配 互相的去作用 然后产生被利用之后 就像我们常常看 我们这些好的食谱 它的东西是要合在一起之后 才会变成一个非常好的料理 所以同样道理 我们的脂肪 尤其现在最近要进入到秋冬了 脂肪在皮下的时候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保护层 保护层的时候 你在很冷的时候 它会帮你调节一下温度 它是有很多好的功能 所以当然像我们太胖的 我们真的就不讲了 但是如何维持一个均衡 平衡 然后怎么样去摄取它 怎么样去用它 反而很重要 我特别强调 待会儿有几个同事 一定会讲到这一点 当你的胆固醇太低 或脂肪太低的时候 还有很多并发症会出来 最大的并发症就是 神经方面的萎缩 真的喔 那边的修复 那边的维持 很多都是需要有一些脂肪 要有一些胆固醇 才能把身体的神经的方面 把它顾得很好 所以也不能矫枉过症 像我朋友矫枉过症的时候 他有些时候真的会有些 神经方面的问题会出来 请教袁医师 身体的内脏脂肪如果太多的话 除了可能代谢不好之外 也要特别注意 有些人是生活习惯引起的 你也不错 其实我们心脏外科的医师 最怕就是内脏脂肪了 你知道我们在 要做绕道手术的时候 心脏要停下来 身体要降温 降到大概28度左右 我们从36度降到28度 把心脏停下来 那段时间是非常宝贵的时间 能够越短的时间越好 所以这时候心脏的表面 你就会看到冠状动脉在哪里 这时候我取下来的血管 就可以很自然的把血管化开 绕过那个堵塞的地方 在新的一条地方 我就给它缝起来 比如说台中堵住了 我就在彰化那地方 接个新的血管上去 这个时间如果可以缩在 十几分钟内的话是最好 那你可以每一个血管逢十几分钟 那这心脏也不用停太久 也不用冷冻太久 恢复的都会很健康 但是我记得有一个60多岁的阿姨 看起来瘦瘦小小的 一打开哇糟糕 整个心脏的表面都覆盖的是脂肪 你覆盖脂肪的时候 我们就很痛苦 因为我们当然大概知道 冠状动脉在什么地方 但是它躲在脂肪下面 所以你这时候就要去探 你有时候说大概在这里 看起来好像在下面 就拿刀片去割割割 一不小心割 脂肪也有血液 它也会出血 所以出血后你还要止血 止血后糟糕不在这 然后再多找洗澡 找到它的血管才打开 打开的时候 你才能够把自己的血管 再把它种上去 所以这个时间会浪费很多 简单的一个小手术 有些时候 步行中就会拉长大概多10分钟到15分钟 一定还是会找得到 但是就是你会伤及到很多旁边的无辜 那袁医师我问你 如果心脏手术过程当中 那个心脏的跳动停止太久 会发生什么后遗症 或者有什么样的副作用的影响吗 在早年很危险 因为早前的心脏麻痹剂 没有这么的健全 那里头大概就是把心脏停下来 所以你停太久的话心脏真的就停太久了 它就不 就不动了 就不回来了 对 但现在的保护液 除了它里头装了 有配很多这种健康的东西 氨基酸 一些保护液 所以换言之 现在好好的给它打进去 它可以休息大概一个小时 都没有问题 以前大概是 我们估计是大概 每二三十分钟 要重新灌一次这保护液 重新让这个血液能够充满了心脏的麻痹剂 那现在它有一个打进去之后 你可以大概有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 可以不要去动它 所以它也是在进步 但不管怎么讲 我们的概念还是 让心脏赶快恢复跳动 让血液赶快进去 是比较好的情形 所以这时候外面有很多脂肪 你真的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痛苦 所以平日照顾好心血管的健康比较重要 不要面对那么大的心脏手术的风险 而且刚刚讲到说 这一个适度的调整饮食跟生活习惯 有可能消除脂肪肝 但是如果过度的节食 也有可能反而加重病情 所以我们今天一直在提醒大家 就是说很多东西你要去治 不要沾一个思考 要多方面去看这个事情 脂肪肝 大家常常有个迷思 像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一个病人四十多岁 他是又淹又久 然后最大的特色 他好像是追什么欧洲盘吧 所以越是我们要睡觉的时候 他要颠倒 对他要稍微颠倒一下 因为只晚我们六个小时 所以他晚上好像就在那个 最我们需要睡眠的时候 他反而是在最忙碌的时候 就果不然四十多岁的时候 可以想象就是中度的脂肪肝 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说 糟糕你有中度脂肪肝 你要改变作息什么的 所以他唯一听进去的时候 我需要运动 就照刚才洪医师讲的 他就去运动 他坚持去去 每天去减肥什么东西 但是烟没有戒 酒没有戒 那照样晚上 尤其有些时候 现在大家喜欢是 晚上因为夏天是很热 所以到了晚上九点多之后 才出去跑步 跑完了之后全身非常的亢奋 完全的喝醉虫全部都被赶走了 那这时候再酒再抽烟 再去看整个就坏到了 没想到他刚刚跟洪医师讲的 一模一样 也是半年后一回来一看 天哪 中度脂肪肝变成重度脂肪肝 对 其实脂肪肝 这种内脏的脂肪 有些时候真的跟压力有关系 跟身体上的一个发炎有关系 它跟吃多所囤积的脂肪 可能不太一样 所以我肚子可能是 吃多囤积的 但那种可能就是压力 熬夜等等的 是不太一样的吃的 原医师的肚子是牛肉囤积的 是和牛囤积的